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扎梁庸金庸 10月30日下午在香港阳和医院病逝 享年94岁 当天的傍晚消息由一家香港媒体爆出 然后急速向世界各地扩散 由于金庸的死讯近年来已经传了很多次 加上报道消息的港媒没有更多的具体内容 因此一开始媒体圈都相当谨慎 不过消息一经流出 世界各地的网友们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悼念 直到有内地的媒体向金庸的次女扎权勒求证时 扎传勒以对押回应查证 终于肯定了消息的准确性 当媒体请扎传勒谈谈父亲最后的生活及医院时 扎传勒则表示多谢关心 恕不接受访问 而金庸的次子扎传T也向媒体承认父亲的死讯 指下午走了很安详 对于金庸的离世 跟金庸交情颇深的香港作家兼导演陶杰 10月30日晚上在电台节目上透露 金庸晚年患上了肝癌 而准确离世的时间是当天下午4点半 当时金庸正跟亲友视频通话 听着听着含笑而是 而自己一个礼拜前也去探望过金庸 金庸对熟人也认得 而跟他谈最近中美之争 金庸也一边听一边双眼发亮 像一个纯真的小孩 而金庸离世前一天 自己也曾经到医院探望 当时金庸正在熟睡 但脸色很好 自己当时以为金庸不会这么快就离开 据悉晚年的金庸 因患有认知障碍症 有时候会不认得人 或者耍耍性子 像个老顽童 但他一定可以认得太太 而七年前扎传的 在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 曾透露父亲从不会跟家人谈文艺 跟父亲是同桌吃饭 但各自修行 记得有人曾经问过金庸 人生应该如何度过 老先生却回答道 大闹一场 巧然离去 如今大霞闲事 网友们纷纷感叹 从此世上再无江湖 可所有人都知道 每念金庸的名 每读金庸的书 江湖便会一次次的在心中复活 再见 所有人心中的爱和梦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许可疯订阅 订阅 可疑点赞 订阅 绍辑库 订阅 订阅 大家订阅 订阅